记者红素金台北报道,安心亚和吴宗献主持TVBS选秀节目《我要当女医》,其中某学员放胆一拖,陆内依就围夺高分,此举让她彻底嫌于大翻身,而学员一连串的优异表现,也让安心亚不禁激扬,当场是饭电影《红衣小女孩》的招牌笑声,气氛瞬间变得超邪门,不用特效就像在演鬼片。 其中学员自选剧情放手一拨,没在怕的大喊,脱就脱啊,为夺下高分直接脱衣,以白色内衣世人,评审和君祥大赞,很有戏剧张力,此外主持人安心亚看到学员们的精彩演出也忍不住激扬,抛开女神形象亲自示范红衣小女孩的招牌笑声与眼神,狂叫大家出来玩,画面顿时变得超邪门, 被笑不用化妆特效就像在演鬼片。更多精彩内容都在明,16号,晚的TVBS欢乐台42频道 我要当女一,安心亚敦下学红衣小女孩音小,TVBS提供,安心亚敦下学红衣小女孩音小,TVBS提供。